关注土豆今天就和大家聊聊 这三年大家都尽力了 战役进入新的阶段 也欢迎将您的高见打在公屏上 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 查案点赞 我们接着看 陪我的国一起密习 作者 一个坏土豆 颇奖 张小佳 领导人在2006年的时候写了本书 书名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里面有一段话 我们的方针再正确 如果不被群众理解 也难以贯彻施行 如果群众不听 你就先跟着群众走 群众跳火坑 你也跟着跳下去 群众觉悟了 从火坑里爬出来 最终还是要跟你走 群众跳 你不跳 干群关系就疏远了 你一起跳 感情上拉近了 工作就好做了 我看了这段话 拍案叫好 这不仅仅是政治的智慧 还是人生和处世的智慧 我们普通人也能获益良多 比如我楼下的烧烤铺 我经常和朋友们过去撸串 老板经常过来和我喝两杯 尤其最近 总是和我说 啥时候放开呀 还管控啥呀 哪里有什么病毒 真是没事找事 我心说 你个傻X 我现在还能放心大胆地在你这撸串 你还能有这么好的生意 就是因为一系列的防控措施 给所有人都提供了屏障 大家随便浪 哪天国家要真不管了 你看大家还敢不敢到你这里扎堆吃东西 尤其是我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 我就不说啥死亡率了 日本最近一天感染12万 搁我们这比例一天得上百万 到时候无症状也大概率发高烧 重感冒 满大街打喷嚏 可能味觉都没了 你看大家还有没有心思到你这里来撸串 但是我能跟他这么说吗 那不能够啊 我难道还给他看个PPT 把其他国家的死亡率和长新观状态给他看 还给他讲国外因为躺平而带来的经济滑坡和市场萧条 我要这么做了 那指不定谁是傻X了 千万不能把自己当大聪明 我只能表现得和他很共情 说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我也天天盼着放开 因为你和他说外国怎么怎样 那对他来说都太遥远了 他就见过风控带来的成本 根本没有体会到躺平是怎样的后果 而且我百分百确信 哪天真躺平了 要生意不好了 他一定会说 这怎么能就不管呢 太不负责了 应该搞防控啊 你看现在吃东西的人越来越少 我原来就说过要好好管控的 那个时候我也不能说 老王啊老王 你不是天天盼着放开吗 你自己说的话转头就忘了 我也不会这么说 否则他就不理我了 我只能说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千万别认为普通人都和曹操一样聪明 能有和袁绍一样的智慧就不错了 他要去打官渡 非要跳火坑 你就让他去打 还要帮他去打 陪他一起跳 等到吃了亏 他才会自己开始琢磨 还会认为你和他是一条心 你要死活不让他去打 等他被现实教育了 他反而对你一肚子异见 搞不好回来就怕被你嘲笑 杀了你 大多数人说的话 他随口一说 你也就随耳一听 因为没人需要承担责任 该交的学费总要交的谁都免不了 唉 有时候都难得糊涂 也不是非要把对错搞得那么清楚 不过话说回来 我依然觉得战役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 即将取得胜利 2019年12月1日 武汉通报第一例不明原因肺炎 随后集全国之力武汉保卫战开始 到今天2022年12月1日 病毒已经变异了不知道多少代了 而我们也经历了不同寻常的三年 在2020年我们还是众志成成的 但到最近的几个月 大家的力气都比较重了 在网络上因为防控还是放开 相互的举责和谩骂此起彼伏 其实2021年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因为我们用较小的成本与代价 就防控住了疫情 生活基本上没受影响 但收益确实是巨大的 我们还记得去年5月 印度彻底被疫情击溃 那视频大家都看了 各大火葬场24小时连轴转都烧不过来 大街上随时有人倒下 短时间内死亡病例超过25万例 一片末日景象 而那个时候的我们 正在悠闲地享受五一长假 全球也就仅仅中国是一个特例 人人都说此生无悔入华夏 来生愿在种花家 但是到了今年 伴随病毒发生变化 感染力与隐蔽性进一步增强 一线防疫人员疲惫不堪 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捉襟见肘 很多民众因此影响了生活 少部分工作人员滥用权力 更是让人添堵 总之防控的代价越来越高 甚至在部分地区成本有可能超过 带来的隐患 大家的观点也越来越不一致 最近的几个月 我一直在强调没有对错 其实真没啥对错 针对病毒新的特征和目前的实际情况 广州等地区进行了快速调整 这是没有错的 因为防控成本已经高到了难以承受 而锦州决定继续抗疫 巩固自己的成果 因为可以以较小的代价防护安全 更是没有错的 锦州的话说得非常实在 都用的老百姓能听懂的大实话 我们认为 不管新冠病毒的毒性减没减弱 重症率和死亡率如何 后遗症有多少 但它毕竟是病毒感染 不得总比得了好 按照专家的分析判断 新冠病毒的致病性在逐步减弱 所以越往后越安全 我们没有必要在可以清零 可以不形成大面积感染的情况下 放弃防守 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都说了不得总比得了好 真是又务实又淳朴 老胡居然在头条上表示反对 我看了不禁拍案称奇 疫情爆发以来 我们就当全球通报的660万死于新冠的人 这个数据有问题 但两年多时间 超额死亡达到1800万 总是个实实在在的数字 咱们就不谈死亡率 新冠总是病毒 哪怕是无症状感染者 得了病 大概率也要发烧感冒 而且远远比普通感冒要难受 所以锦州说得了总比不得好 这话说的还不清楚吗 哪怕是个流行感冒 能不得就不得吧 如果能用较小的代价防控住 谁不防 谁还没事找病 老胡居然反对 居然反对 反对 那我就不知道说啥了 现在很多人想放开 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毕竟要工作 要挣钱 房贷 车贷要交 孩子要买奶粉 老人要赡养 都要钱 生活总要回归正常 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 都是正常人 都是支持国家的防疫政策的 只要生活没有受到大的影响 没几个真正羡慕 美西方集团躺平的 广州调整政策 是因为代价越来越高 如果和2021年的时候一样 根本不可能调整 锦州还是坚持原来的模式 也没有错 因为成本可控 毕竟没得总比得了好 这都没错 都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的确 很多事情是无法用对错来评判的 这就好比老人患病了 在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愿意尽心尽力地去照顾 但是后来成本越来越高 严重影响了所有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 甚至年轻人为了照顾老人 还丢了工作 可能以后别说诊疗费 连生活都没有来源 关键是医生说并没有康复的可能 而只能维持 这个时候谁还敢建议这家人 砸锅卖铁继续治疗 当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因为国家永远都不会放弃 更不可能放任不管 广州 重庆 武汉等地的政策调整 是针对新的状态之下 在合理的成本条件下 做出了更有效 更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根据最新数据 有疫苗保护的60到69 70到79 80岁以上的老人感染死亡率分别是 0.014% 0.064% 0.54% 无疫苗保护的三个年龄段 老人感染死亡率分别是 0.19% 0.29% 和2.5% 而我国未完成接种的 三个年龄段老人分别为 2264万 1616万 1400万 总计达到了5280万人 按照这个比例 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的死亡人数 将会达到60万左右 但是如果采取有效的措施 死亡率将进一步降低 也就是说 在未来一段时间 保护老年人等弱势群体 将成为我们抗疫工作 最核心 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或者 我认为 有可能也是最后一战 这一战 如果取得胜利 我们坚持了三年的战役 就可能完美收官 根据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 国家做了多方面的工作 我看来主要有三件 第一件 11月29日 卫健委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建议老年人尽快接种疫苗 我们建议 没有禁忌症 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 特别是老年人 应当尽快接种新冠疫苗 符合加强接种条件的 要尽快加强接种 第二件 山东 广州等地 已经开始加快建设方舱医院 我认为这是分级诊疗的准备工作 是为了应对在未来 有可能出现的医疗体系挤兑 毕竟 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出现了医疗体系的挤兑 你也别说中国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不是人人都是铁人 你要说全球普通人都怕疫情 就中国人不怕 那不可能 所以医疗挤兑也极有可能出现 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 让损失降到最低 且我们的平均病房数和ICU病床数 是少于美西方国家的 11月22日 日本达到确诊病例的最高峰 当日为12.4万例 广东人口1.27亿 山东人口1.02亿 在数量上和日本差不多 而山东方舱医院床位20万 就是为了防止病毒 对常规医疗体系的挤占 和美西方集团的放任不管不同 国家的防护让我们避开了病毒毒性最强的两年 而现在我们也已经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并会让我们将损失降到最低 至于我们为什么没有修建ICU病床 而是建立方舱 是因为无论如何建立ICU病床的速度是来不及的 而且医院也没有那么多的空间 况且多数感染者都并非重症 当然你可能说 这要修医院里面有没有猫腻 凭啥要修 你要这么说 我就没辙了 不如我有一剂 干脆大家如果病了 药也别吃了 死都不让药厂赚钱 你觉得怎样 第三件是消除多数人对病毒的未知恐惧心理 最近奥密克戎致病例已经大幅降低的信息被顶上热搜 以数据和研究说话 拿出结论 相较于新冠病毒的原始毒株和随后出现的其他变异株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致病率呈现几何级数下降 目前老人来说 奥密克戎的致死率也已经非常低了 对于年轻人来说 更是微乎其微 毕竟我们永远都没有绝对安全 任何事情都要付出成本 全球每年交通事故的致死人数都超过了50万 但没人会因此而拒绝出门 消除对病毒的恐惧心理 是为了避免出现和前段时间的石家庄 发生的一样 即使是采用大家都接受的防疫方式 结果依然有很多人不敢出门 经济仍然无法恢复正常 当然这些新的防疫措施并不是躺平 而是优化 国家的相关措施依然将是构筑 践行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坚固屏障 因为防控绝对不是多此一举 放开也不会马上繁花似锦 风控有风控的代价 自由也有自由的成本 而不是你想的今天解封 明天就都能找到工作 衣食无忧 不是装作鸵鸟 把头埋到沙子里 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你是不是认为 有很多国家风平浪静 啥都没发生 就像乌克兰 啥时候听说疫情了 今年柳叶刀发表了一篇文章 被全球各媒体转载 文章认为多数国家事实上 根本没有统计新冠造成的死亡 也没有对疫情进行任何的防控 所以全球660万病死人数的数据 并非真实的 文章认为病毒在不断变异 研究成果在不断更新 所以最实际最不能作假的 其实就是超额死亡率 即每个国家每年的死亡人数 基本上是平稳的趋势 但是从2020年开始 各国的死亡率开始飙升 远高于疫情前 这两年多时间 全球超过正常死亡率的人数 达到了1820万人 这1820万人的超额死亡 当然不是外星人干的 也不是俄乌战争干的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新冠 所以文章发布了全球的详细数据 通过建模表示 因新冠大流行而死亡的人数 可能是官方数据的三倍 也就是全球有1800万人 死于新冠大流行 很多国家和地区没有报道 但这并非不存在 这几年时间 全球超额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并非我们所关注的美西方集团 而是俄罗斯 每10万人374.6人 墨西哥每10万人325.1人 和巴西每10万人186.9人 当然有些非洲小国天天在打仗乱得一匹 根本没统计数字 所以啥都查不出来 在全球数据中 最高的地区为东欧 每10万人中 有345人超额死亡 中欧 每10万人中 有316人超额死亡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每10万人中 有309人超额死亡 其中 美国的数据为 每10万人中 有179人超额死亡 而印度 虽然比例没有美国大 但因为人口基数大 两年多时间 超额死亡407万人 至于为啥比例没有超过美国 我认为是 印度人基因太强 太耐操 毕竟 人家长期喝恒河水的 全球的平均数字 是每10万人中 有120人超额死亡 而在中国 我这个数据是每10万人中不到1人 也就是说 根据全球平均数值 在过往的三年 我们的防疫政策 至少挽救了168万人 当然 你可以说这168万人 都是风筑残年的老人 他们的生命 本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在这里 不想做任何的评判 也不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发表任何观点 毕竟 我原来也说过 如果我现在失业了 封在家里 而且没有积蓄 没有存款 还不能出去找工作 我也许 也在每天抱怨 但是 看到广州塔上 打出的那句话 可能每个人 都有了新的领悟 大家的健康 第一责任人 是自己 看到这句话 很多人虽然不会说出来 但是 对防控 必然会有新的看法 毕竟 原来虽然要做核酸 但是好歹戴个口罩 就可以出去浪了 因为有国家拼尽权力 给你兜底 而且多数城市都是平安的 柳州仅仅只是最近被大家所熟悉了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中小城市都是安全的 但以后需要自己来兜底了 就能随便出去浪了 你想多了 不过我认为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经过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对国家责任有了新的感悟 现在对防控的调整 我也是绝对支持的 不仅是因为成本太高 也是因为意见不能再撕裂了 还是那句话 防控并非多此一举 放开也绝非马上繁花似锦 这三年多的时间 国家对所有人保护得太好了 而人性是复杂的 对轻易到手的东西 总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对未知的东西总是憧憬的 毕竟最珍贵的是已失去的 和未得到的 当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一次 才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这三年来国家尽力了 人民也尽力了 除了张核酸和少数滥用权力 为难群众的人员 我们14亿人都付出了很多 而最终的成果 就是在全球付出了 1800万人的惨重代价后 中国最终完胜 只是三年前 国家承担了几乎所有的责任 而后续 我们也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了 我们愿意为弱势群体 付出多大的成本和代价 这个问题非常考验人性 幸运的是 我们无需面对这样的拷问 在过往的三年 国家已经为我们 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在疫情的三年 几乎所有的国家 都选择了优胜劣汰的 丛林法则 而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 选择了同舟共济和共渡难关 这三年的成果 不应仅仅是在过去的两年 让我们感到自豪 而是永远让我们骄傲 这也充分说明 唯有中国是全球最高形式的文明 是唯一有能力与资格搭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 不过我相信 在今天很多痛骂中国防控措施 认为多此一举 甚至认为就是个小感冒的人 已经在准备新的小作文了 后面但凡出现一粒医疗挤兑 他们会再次所谓挺身而出 并开始痛骂 为什么不搞防控 为什么草菅人命 对他们 我只能送一句话 见不见呢 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土豆 点赞收藏 不迷路 精彩内容 下期继续